大家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因為一起讀 我自己年紀經驗越來越大 所以我也不介意探討這樣的話題了 先讀一下標題給你聽 Hospice nurse reveals unexplained phenomena that happened before death including the rally 好多詞可以說 但我們先看一下 Rally 這個字 這兩週狂看到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講說那個 Let's go Brandon 所以集會或什麼之類的叫 Rally 集會遊行 Rally 那也有像賽車的 Rally賽 所以在過去兩週我們不斷看到這個字 不過我們今天多補一個 也是我算是有點忘記提醒 我本來是知道這個字 可是我忘了在補充的時候補到 那今天正好看到就值得說一下 這個 Rally 也有一個比賽 就是你從後面集起直追 然後反敗為勝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你在新聞報導裡面看到一些 就比賽的報導啊 然後報導裡面用的文字是 The team rally to win 然後怎樣怎樣 所以這個 Rally to win 的意思 它裡面就涵蓋著 就是反敗為勝 如果今天是從頭到尾領先到底 然後就打敗對手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用像 Blowout So the game was a blowout 也就是大勝 一百二比八十籃球賽 或十二比零棒球賽之類的話 那你也可以叫到 Lanslide Victory Lanslide Lanslide 是走山或之類的 Lan 是土地 slide 是滑動 所以 Lanslide Victory 一樣 都這樣了難道不是大勝利嗎 或者你叫它很單方面的就是一面倒的比賽 你可以稱它為 One Sided Game 這都是可以的齁 One Sided齁 不是 One Sided One Sided Game 好 這邊都先打出來給你看 所以這裡的 Rally 就 Again 反敗為勝 那他們這裡用的是 其實字典也真的有這個用法 我剛剛還特別查了一下下 就人生的那種類似回光煩躁 欸 怎麼這一個安寧照護的人 他明明不剩六個月的壽命 結果怎麼這兩天感覺他特別好 還甚至可以聊天走路開玩笑 結果郭美今天就死了 所以他們就稱這個叫做 這其中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 他們就叫它 The Rally 我好像已經把故事講完了 好 沒有沒有沒有 很多字還有等一下再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邊都還沒看完齁 Hospice我都還沒介紹 那他揭露了一些 Unexplained Phenomena 所以 Phenomenon NON結尾 是現象的單數 Phenomena變成是複數 有很多英文的詞 很有趣 它是ON結尾當單數 A結尾當複數 我們這也先不整理 因為這大概不是今天很重點 所以死亡前 就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 那什麼是Hospice 這是我們下個要講的說 講的東西 Hospice Nurse Hospice就是 這裡把它翻譯成安寧照護 那不要把它跟後面這個 Palliative Care 搞混掉 我這邊我剛都有先做一點小功課 所以什麼是Palliative Care 什麼是Hospice Care 一個叫安寧照護 一個叫緩和療護 說的很簡單一點大概是這樣 安寧照護就是 醫生可能告訴你 剩不到六個月或之類的 總之你就是Terminally ill Terminal是終點 像我們講航下也是這個 其實沒錯 飛機飛到一個地方 然後那就是你最後一站 然後下來了這樣子 所以那個Airport裡面 有Terminal 1 2 3或之類的 那這都是一個一個的 飛機到的一個終點的概念 所以Terminal翻譯航下也不為過 So if you're Terminally ill 就是你已經病到快要到終點 這樣子 那在剩六個月不到的狀態下 你幾乎就死定了 你要不要放棄治療 然後好好的過這最後一點時間 所以安寧照護 Hospice Care 是沒有再給你任何治療的 沒有Treatment They don't try to cure you because這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這一個Palliative Care 則是緩和療護 所以還是會給你治療 可是不會非常的Aggressive 我大概就講到這裡就可以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 所以總之這兩個分別最主要就是 一個還有在治療 一個沒有這樣 那我看到Palliative這個字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以前玩遊戲的時候 有這麼一個職業角色 叫做Paladin Paladin就聖騎士 那你知道聖騎士很Noble 很怎樣 所以這個PAL開頭的字 就有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裡的Palliative Care 我相信也是有類似的概念在裡面 好這個就先不扯回來這裡 我們今天不是要講聖騎士 那我再講另外兩個多比較的字 所以Hospice剛講安寧照護 所以你看到Hospice就知道 沒有再給你治療了 還有一個叫Nursing Home 老人院 他就從Nurse這個字變出來 還有一個字叫做Nursery 這個是小朋友去的 安親班之類的 應該大概可能甚至不叫安親班 Nursery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再去的 安親聽起來都像是例如說 小學下課再去 那個叫安親 還是這都可以叫安親 說不定這也是我 剛功課沒有做足的地方 但總之Nursery是 很小一小來去給他照顧的 所以你看這兩個字很有趣 都從Nurs變出來 所以生出來要 護理師照顧 快走了也要護理師照顧 Nurs太偉大了 OK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文章 接下來說些什麼 A Hospice Nurse has shared the unexplained phenomenon 一樣是複數的 That occur before we die With one being dubbed the rally 其中一個現象被稱呼為 這個dub這個字就是給他一個別名 他們就稱它the rally 我覺得沒有什麼更好的詞來翻 大概就可以把它翻為回光返照吧我想 所以他的名字叫Julie McFadden So Hospice Nurse Julie McFadden has been a nurse in the hospice for 5 years after working for over a decade as an ICU nurse 所以他在Hospice做了5年 在那之前他花了10年在ICU ICU你大家都知道加戶病房 所以我把它打出來的話就是 加戶是什麼東西呢 intensive care 加個unit 所以就是一個額外的照護的 intensive就很密集的 照護單位ICU加戶病房 and now regularly shares little known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st leg of life online 所以他就很頻繁的去分享一些 little known information 所以這個複合形容詞要認識一下 這是一個沒什麼人知道的一些資訊 little known 那我們還有一個little可以再把它變成比較級 所以little的比較級是lesser less 可是這是正確的用法 所以這裡有一個lesser known 有時候我們可以加fact啦 或者information 就是也是比較少人知道的資訊 好這都是一些生活上真正會使用的 介紹給同學學一下 so a lesser known fact a little known fact ok的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影片標題的部分 所以有關於你人生中最後一站 旅程的最後一站 我們叫他the last leg 所以這邊這個很有趣的字就是腿 那個站你如果把它翻成station 那這裡是不會對的 不是last station ok 而且這個last leg的概念 最後一站的概念 你可能會想到剛剛飛機那個飛最後一站行不行 說真的不太行 除非你中間轉過很多機 什麼意思啊 好我們再強調一下一下 旅行可能你先到a到b到c到d 最後到了e的點 然後從e的點飛回家 所以那個e就是last leg 那剛剛的abcb能不能用leg來說 可以the second leg 所以leg的概念就是有幾個不同的點 這樣子接續下去 任何一個點都可以叫做其中一個leg 這樣懂意思 所以啊像例如說什麼環化公開賽啊 或什麼這些的 他絕對不是一天跑完 他可能會跑個幾天 然後好幾個不同的點去這樣跑跑跑跑 所以那也可以叫做一個一個不同的leg 所以last leg你就可以懂了 因為人生也可以說很多不同站 就學的時候讀什麼書啊這些的 出來的時候做什麼工作啊 換什麼不同的工作啊 然後爬到什麼高度啊 然後結了婚生小孩什麼這些的 都可以是人生不同的leg 那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詞發音有時候不簡單 像我都還聽到有時候 啊對不起齁 你的資訊我最近沒有跟上 我腿了 我有聽過這說法 這也好幾年前的啦 就我們講說什麼 啊對不起我腿了 因為同學似乎誤會了leg跟leg 這兩個字的不同 可能對大家的這個 我們聽慣中文的耳朵來說 這兩個發音差不多 事實上真的沒有 沒有很像 這個leg就的確是 像遊戲的時候 延遲啊或什麼之類的 lag so my internet connection is a little laggy 可以 lag 那他的發音就是那個蝴蝶音 lag 那腿是 短的一個add的音而已 所以這就是leg leg lag leg everybody has two legs legs ok 所以last leg 不是last lag 希望同學這個把它弄清楚 所以同學可能真的以為 lag就是leg 所以大家就把它翻成中文 我退了就是我lag了 那wrong 但無所謂啦 反正這是語言的變化吧 語言的進化或許是 我也不要太多糾正這樣的東西 那再回來看一下 再說一次 所以她會分享一些 she regularly shares little known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st leg of life online 所以線上分享這些東西 那這都是為了要能夠 提升大家對這件事情的了解 的知曉 以及減緩大家的 害怕 減緩對於死亡 圍著的死亡的這個禁忌話題的害怕 所以 把下面這邊說完 so she did this in a bid to raise awareness and ease fear surrounding the taboo of death taboo這個字有禁忌 所以死亡有時候不太好談 所以 繞著她就有很多的恐懼 so she wants to ease fear 減緩恐懼 意思這個字 easy是形容詞你知道 就簡單 意思就是把它減緩掉 so she wants to ease fear surrounding the taboo of death cool 好我們再看下去的話 這邊繼續說下去 好 好我們就先講第一個 the first was a phenomenon phenomenon called the rally by hospice workers which sees dying patients suddenly become their better older selves just before dying 所以這沒錯 看到正在死掉的這些病人們 突然間變成了他們這個 比較好的就是救的自己 救的自己就健康的自己 so she should suddenly become their better older selves just before dying 死之前會這樣 所以再看下去 事實上她英文用的很淺白 我光用讀的大概也沒有太多神智 so this is when someone is really sick and almost towards actively dying 幾乎就是要死掉了 她很強調是主動死掉 meaning dying within a few days 所以這個actively dying的意思是 很快就沒有多久了 dying within a few days and then suddenly they look like they are better 突然間他們看起來好像就變得比較好了 怎麼會這樣 so this can manifest in a lot of ways 他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呈現出來 manifest這個字呈現 but a lot of times they suddenly eat they'll suddenly walk talk maybe even walk 剛剛這兩個講混了 they act like their old self 所以突然間會講話 會走路 然後表現起來就像他以前的自己一樣 they have a little more personality kind of laughing talking joking 所以好像多了一點個性 可能真的老到一個程度的人 連個性都慢慢不見了 那現在有點個性了 they have a little more personality 笑啊 kind of laughing talking joking but they usually die within a few days after this 通常幾天後就會過世掉 OK 好 所以這邊在強調 it happens to around a third of patients at her hospice 在她工作的hospice這邊 三分之一有這樣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them to prepare family and loved ones for the bizarre change 所以他們就 因為三分之一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啊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來 替家人有點準備 所以可能就要先前 就跟家人們說 如果啊 你看到你這一個 爸爸媽媽 有一點點 仿佛好像要好了的一樣 不要驚慌 可能時間要快到了 OK 所以而這個 loved ones就是他們所愛的人 所以這個所愛的人 他的愛是用一個被動的形容詞放在前面 so we want to you know be in touch with our loved ones 所以這個loved ones 希望可以接受他 所以因為這個很奇怪的改變 for the bizarre change so你看到你爸突然間好像好了 很奇怪很bizarre 可是不要緊呀 因為呀 OK so it doesn't devastate them when they suddenly pass after doing so well for a few days hacılı自己怎麼覺得很bat 所以表現好幾幾天 doing so well for a few days 突然間過世了 不要覺得 devastate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甚至這邊還有些 baadderadder you can see so there can be different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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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б 有些比較極端 就沒有那麼極端 I learned all about it during my orientation 所以Orientation是我剛剛另外想講的字 Learn all about it during m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是那個 Orient是有 以前叫東方 所以以前東方人可以叫 Oriental 可是現在他已經是一個 他已經是一個 我這邊打個archate好了 這個古代 古代已經捨棄掉的用法 就東方 那像以前 Oriental 是貶義字的現在來說 以前不會現在我們認為是貶義詞 所以不要用這個字 不要輕易的拿出來用 那但是Orient的意思是方向方位 所以你家的方位是哪裡 坐北朝南之類的 That's the orientation of your house 那這邊就是講那個公司 學校的心聲訓練 那你知道 心聲訓練就是告訴你方向嘛 穿堂在那裡廁所在那裡 所以事實上跟方向還是很有關係 好所以在他的orientation就學過了 OK 然後呢我這邊還有一些詞要說 一定要說的 來再往下走下去 Yes 好在這邊 所以根據這個什麼報導 So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to the rally 所以沒有什麼研究這個東西 But it's sometimes known as the last hurrah or the final goodbye 他們稱它為最後一幕 The last hurrah 這個詞是英文裡面很常看到的一個片語 我剛剛找了一下 他的意思真的是最後一幕 表演的最後一幕 So the last part of a performance The last act 或之類的 但我去找中文發現 他沒有講到最後一幕的概念 他們講的是最後歡呼 隨便啦你爽就好 So last hurrah 最後一幕 所以用在這裡好像翻譯得不錯 或者叫final goodbye Sure 那還有一個德國的研究員把它稱為 Terminal lucidity Terminal剛剛講到 講過最後的 那這個lucid這個字 它的名詞是lucidity 你應該要知道 為什麼應該要知道 因為現在有個汽車的廠牌 好像也是要做電動車的 似乎想跟Tesla來一絕天下 一絕高下 那它的公司名字就叫做lucid lucid 我有一個朋友在那邊玩他的股票 好我是不敢 但總之lucid這個字 你應該要知道 它就是有清醒啦 明朗啦 發光啦 或之類的意思 所以要是這個詞其實很常見到在什麼地方呢 夢 你做了一個夢 那個夢是很真實的夢 彷彿好像真的發生過 我們叫他lucid dream OK a very lucid dream 所以 或許我可以把這個當成我的今天的影片標題 不要了我還是用另外那個好了 好anyway 所以lucid這個詞多認識一下 Alright 好 那這是它的第一個 Alright 第一個 那這邊再多補個數字 the rally 通常一個禮拜內死掉 with 42% die in that very day oh my god 所以 所以剛剛講到說 這邊還有一個數字 他說有 大概84% of people who experience the rally die within a week 所以 有rally的人 84%那一週會死掉 而在那之中又有42%當天就過世了 哇好扯喔 好啦anyway 第二個phenomenon 我們要講就兩個把它講完 doesn't have a name like the rally does but it is still extremely common according to McFadden 所以另外一個他沒有這個名字 但是也非常的這個 呃 常見 沒有像the rally一樣這麼酷的一個名字 好 所以這邊說的就是 often dying patients will see their lost loved ones including pets who have passed away in the lead up to their own death 好所以這 在這個他們死掉之前 的這個鋪陳期 so in the lead up to their own death 所以這個 lead up 有這樣一個片語的意思 他們會看到他們過世的親人 甚至包括他的寵物也有可能 而這些過世的親人寵物 都是就已經過世的這樣子 so they will see their loved ones their lost loved ones including pets ok 所以通常 it usually happens a month or so before the patient dies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月前 they start seeing dead relatives 會看到一些死去掉的親屬們 dead friends 朋友們 or pets 以前的寵物們 that have passed on spirit angels 一些靈體 spirit angels 天使 that are visiting them 造訪他們 and only they can see them 只有他們看得到 sometimes it's through a dream 有時候是夢 通過夢 sometimes they physically see them 真正的看得到 and they'll actually ask you 問 ask us do you see what I'm seeing? 你看到我在看到的東西嗎 啊這聽起來蠻可怕的 看得到鬼 但是他們通常不怕 they're usually not afraid it's usually very comforting for them and they usually say they're sending a message like we're coming to get you soon or don't worry we'll help you oh my god 這是馬牛頭馬面你 所以通常呢 他們就是會來送一個訊息 好比說 欸我們要來 幫你帶走囉 we're coming to get you soon 或者別擔心 我們會幫你這樣 So most people love this they are very comforted by it 大部分人都很喜歡 覺得很安慰 it's not scary for them to them 好 嗯 看了都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說 yeah yea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們來複習吧 不知道要怎麼 怎麼process這個 information 說實在的 不過好像也不新啦 我們可能以前 甚至電影 或者什麼之類 都可能看過 像這樣子的橋段 只是今天從一個安寧照護的護士說出來 護理師說出來 你會覺得額外的 額外的這個 it has an extra weight to it 我在想是 另外的重量不太一樣 好我們很快複習一下 Hospice Care 剛剛講安寧照護 Palliative不太一樣 Palliative是會給你醫療的 治療的 不是醫療 治療強調一下 OK they do try to treat you still 那Hospice沒有 完全放棄治療了 就讓你在那邊 度過最後的一段路 這段路怎麼說 還記得嗎 the last leg there we go 好所以要是你 Terminally ill 可能就會放在Hospice裡面 如果你覺得還可能有救 或者你不願意放棄治療 可能就讓你用 Palliative care 好這樣子OK了 Nursing home跟Nursery 剛剛講另外兩個字 Nursing home是那個 反正老人的 老人院 Nursery是 小朋友的這樣子 ICU 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可以 那一些東西 不太有人知道 Little known 加個Fact information 都可以 Lesser known 更少的 比較少的 最後一站再強調一次 但是它多半是講的很多很多站的其中一個 所以叫做 The last leg 中間可能還有其他的 要是你今天從A到B點 你就不能叫做 它就不是其中一個leg 因為它就是只有那一個 Final destination而已 這樣 所以什麼我腿的齁 這是我們中文台灣的亂七八糟用法 不要學 我只是把它打上來給你看 Rally這個字 剛剛講的就是他們的回光反照 而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樣 拉力賽 或者是思維遊行 或者是 反敗為勝 Rally So a team rallies to win the game 這樣子 The team Blow out 或者landslide 對不起 One sided 都可以是 就是大敗這樣子 Oriental 一般來說是有東方 以前啦 那現在這個詞有貶義 不要亂用 但總之有方向的意思 Orientation 行程訓練 OK 也可以是你房子的方位啦 沒有錯 So what's the orientation of your house Oh Facing towards the north 之類的 好 Last hurrah 最後一幕 表演的最後一幕 最後的歡呼 The last hurrah Lucid 非常的清醒清楚 明亮發光之類的 做了一個很清楚的夢 A lucid dream 可以 那你所愛的人 Love one 複數 Love ones 好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